Hello大家好 我是DP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如何在群晖7.2系统通过安装Docker版DDIS Go 实现动态的RPP4或者RPP6的RPD 和域名进行绑定的这部分内容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期 使用群晖系统内的DDIS功能 实现RPP4供RPP和域名绑定的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群晖内的DDIS无法实现RPP6 并且它对那个单个的服务商 就比如说DNSPunk只能进行一次绑定 不能进行多次绑定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DDIS Go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先准备一些东西 首先打开dprt.lab00.com 在这边搜索DDIS 你就可以找到这期视频相关的文档资源 点开链接 然后我们用那个ER3网盘做一个演示 还是和之前一样 点tir是直接可以用的镜像文件 点tir.gz是做了一层压缩的 大小有不一样 大家自己选择 如果你不会解压缩 点gz就直接下这个 如果会的话就下这个都可以 现在假设你已经下载好了 像我这样 然后打开群晖 打开文件管理器 我是放在了Docker1Image里面 我把这个加速好的拖进来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打开Docker 打开Image镜像.action.action.导入 然后从文件导入 从DSM导入 然后找到我们上传的位置 你可以随便上传在哪里 只要能找着就行 然后找到这个文件24.2 然后刷新一下 这边就导入进来了 这就是导入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到这边 新建一个它的运行文件夹 我是建立在这儿 这里面有一个文件 是我之前测试的文件 你可以不管你刚新建完是没有的 我是建立在Docker下的叫DDNS 下华线go 下华线3.7.3 好解释一下3.7.3是什么 3.7.3是这个DDNSgo在2025年1月8日的最新版 大概是这样 建立这么一个文件夹就好 接下来需要准备一个DNS PUND的token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token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获取DNS PUND的token的话 可以看我在这里发布的这些视频 然后再接下来需要定义两个域名 就是我有的我演示的域名是lab00.com 我用的两个域名是dprt-tr.lab00.com 是rpv4 然后dprt-tr.v6.lab00.com 是rpv6 然后我已经登录到了我的 这个放一边 这方小一点 这方这就好 我已经登录到了我的DNS PUND里面 如果一会解析成功了的话 我刷新一下 解析成功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地址 然后和附加上对应的IP就算成功了 好的 这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首先回到这个文档 最下面有一个命令 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 然后这边假设你已经打开了 你的群晖的ssh 并且登录到了docker用户 然后把这个命令复制进来 简单说一下吧 docker run-d 这常规命令 restart 这个是一直重启 这边是给了个重命名 你随便给这个名字可以改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network host 这个必须保持 因为它是要使用IPv6的功能 然后docker对IPv6的支持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把network改成host 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v是挂载一个镜像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就刚刚新建的文件夹 如果不知道怎么走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里就不讲了 然后后半段照抄 然后这边也是照抄的 如果你跟我用相同的镜像 就是一样张写就可以了 就是我从我网盘里下载的 这个镜像就是6.7.7 好 这个说完了 我们敲一行回撤 这就代表它的那个 docker 新建好了 docker ps 我们看一下 好 已经新建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 它也自动运行起来 我们看看docker 这样命令做了什么 我们反过来看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命令行 而用那个 UR来新建 docker的contender 所以我一般是用命令行 然后反过来 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点detail 然后点setting里面看 这是我们给它的名字 这个是auto restart 然后端口我没有写 因为是host的模式 不支持改端口 然后这边是我们挂载进来的 这个一个路径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好 说完了 然后我们来进行下面的一个设置 设置很简单 设置是直接打开到这个 9876这个地方 然后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需要输入一个账号和密码 随便输 但你要记住 以后就用这个账号和密码来注册 来那个登录 就等于第一次输的时候 默认就是给你注册了 然后登录进来 我这边已经填完了 我给大家过一遍 首先这边填的是dnspunt给的 那个id和token 这个不知道怎么填 我不知道怎么获取 还是看我刚刚给的那个视频链接 然后这边的供应商 我选的dnspunt 如果你是其他 你就选其他的 然后刷新时间选auten就好 然后这边是这一块是rpv4 首先是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办法调英文 没有办法调中文 可能是自适应的 你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in apple就是启用rpv4 如果你不启用rpv4就把它削掉 然后这边这个地址选择 建议就是用ipr 这边他给了几个ipr 我设一下都能用 反正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边域名就是填 我们这边准备的这个第一个域名 rpv4域名就是dprd-t2. rpnl.com填进来就行 一个域名预行 如果你有多个域名 你就你就写多好 好的 然后这边是rpv6 一样的是启用 然后通过那个ipr获得 他解释一下通过ipr获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个程序会主动去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会返回你的公网的rpv4 或者rpv6的地址 然后把这个地址和你输入在这边的这个域名 进行绑定 然后绑定到哪 然后绑定到你在这边选的这个运营商 我们这边这个视频就是dnspunt 然后这个都写完了以后 下面这个是拒绝万口的一个访问 这个要选上 然后如果要改密码就在这改 如果不要改就算了 然后最后一个webhawk 就是那个反馈机制 我没有写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做群晖的就是能把域名绑定上就可以了 然后值得看结束以后点save就保存了 然后如果你有多条的话 可以在这边加多个 他会会有log 这个这个麻烦 这个点多个就可以再来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切换 然后log是这样 他会准确的告诉你监睛的端口 然后 这两个 上面这一段是告诉你哪些网站 获得了rpv4和rpv6的地址 然后 上面是告诉你 这两个是告诉你有那个 那个域名被那个 映射过去 刷新以后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获得到的 IP和这个我们指定的这两个域名 就实现了绑定 这样那个动态的 rpv4和rpv6域名和 你拥有的这个IP进行的 ddns绑定就已经完成了 好的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有一个要点要说出来的 就是在这里 网络类型一定要选host 如果默认的那个选bridge 那个网络类型 它是不支持那个rpv6的 然后在群晖里还有一个点要提一下 就是说在network网络里面 它的那个rpv6在host下默认是disable 就是不能使用的 但实际上它是可以使用的 我不明白群晖 为什么在这边显示的disable 反正你知道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写那个host 是可以使用到rpv6相关功能的 这样就ok了 然后关于这个工具 多说一句吧 就是我个人一贯是推荐 就是相同的功能 你要有后备方案 就是说你群晖的ddns有 不代表你可以不学或者不了解 这个你可以知道 有两到三个ddns的实现方式 然后再但你可以不用 但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拿起来去用 这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兼容性 是这样子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使用ddsgo docker版来进行rpv4和rpv6动态 公网IP和域名进行绑定视频的 全部内容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 想要分享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